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产品是绿枝牙膏 里面所含的成分就包括了Miswa树枝萃取、烈树萃取、纳米灵芝浓缩液、鲁绘乳、木糖醇、叶绿树、竹岩、天然酵状、温和清洁剂、还有薄荷 首先,我们来谈谈Miswa这个成分 Miswa是Sawadara Pasika树所提取的天然成分 它在阿拉伯被称为咀嚼棒,是被广泛使用的结芽用具 具有天然结齿与维护口腔健康的功效 再来,我们来谈谈绿枝牙膏有哪一些优点 第一,它具有预防的功效,可以帮助呵护口腔健康 它有效防止牙齿灼黄,保持牙齿节排 此外,它可以抑制牙菌斑细菌的增长 防止蛀牙和牙银炎的产生 有效保护牙齿和牙银 Miswa还可以提供堕叶的分泌 控制口腔酸性、平衡酸减值 从而减缓牙菌斑细菌的增长 并把牙菌斑细菌冲出牙齿和口腔 双背预防蛀牙和牙银疾病 让口腔更加的健康 第二,绿枝牙膏还可以促进口腔内部免疫力 人类的口腔充满着细菌 在湿热的条件下 会有无数种细菌在口腔中茁壮成长 其中包括了口腔菌虫中比例最高的变异链球菌 进反复实验证时,变异链球菌与人类取子密切相关 纳米灵芝浓缩液能抑制变异链球菌产生蒲去糖 达到预防牙菌斑还有蛀牙的功效 此外,它也能促进牙床组织的血液循环 活化口腔粘膜组织,提高口腔内部免疫力 保持口腔健康 再来,绿枝牙膏对修复和消炎也有很好的效果 牙膏里的鲁绘菌有助于抵抗肿胀和舒缓损伤区域 更有助于牙影组织再修复 同时也能防止未来的感染,帮助新竹牙菌斑 此外,鲁绘菌能减少牙影发炎和预防牙食 维持口腔的健康 另外,绿枝牙膏还有助于舒缓敏感 所汗的叶绿素能预防牙影出血与预防口臭 分解牙风内残留的食物 让牙齿和口腔回复应有的洁净 更有助于舒缓敏感的牙影 绿枝牙膏里还有竹炎的成分 竹炎的丰富效用与本草纲目其实已有记载 临床实验已证实让牙齿保持强壮 能预防牙肉出血有消炎消肿的作用 进而减少牙齿敏感的问题 第五,牙膏里的木糖醇也可以预防助牙 热量低及清凉甜味的木糖醇不容易被温生物发酵而产生酸性物质 因此能防止牙菌斑链球菌的产生 是预防助牙的优异成分 绿枝牙膏里无有害的成分 大家可以安心地使用 绿枝牙膏采用天然透明的胶状 可以降低刷牙时产生的摩擦 避免伤害牙幼稚 天然椰子以玉米所提炼的起泡剂 亦非常天然、温和、安全无毒性 同时它还具有抑菌功能和抗助牙的功效 天然薄荷口感清新不腥辣 适合一家大小来食用 所以绿枝牙膏里面所含的成分 都是安全、温和、无毒性的成分 不会刺激和伤害牙齿和牙齦 可以帮助保持口腔清洁和卫生 增添了铝箔片封口 可以保持牙膏的完整性之余 也更加的卫生 使用绿枝牙膏的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刷牙前先梳口 刷牙时不需要太用力 刷完牙过后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款牙膏适用于所有的人 包括小孩、青少年、成年人、老人 牙齿敏感、牙齦粗血、口臭等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